大家好,我是雷雷妈 冰糖是一种常用调味品 煮甜粥时加一些冰糖,甜甜蜜蜜 炒糖色时加一点冰糖,颜色鲜艳 当然了,也可以做出晶莹剔透,味道清甜的冰糖水 生活中真的离不开它 市面上常见的冰糖就有白色的和黄色的两种 我猜大家平时买的都是白冰糖多 但是也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往往会很纠结 两种颜色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更健康 其实,购买冰糖也是有讲究的 大家不要先看到哪个就买哪个 完全不考虑区别和用途 下面我们就一起跟进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冰糖,是以白砂糖为原料 经过溶解,去杂质,熬制,结晶后而形成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而产生了单晶体和多晶体 单晶体也就是白色冰糖 而多晶体也就是黄色冰糖 了解好这两种冰糖以后 可以帮助你在厨房中做菜时 或者是采用冰糖的时候 能正确地对其进行使用 黄冰糖与白冰糖的区别之一 就是制作不同 黄色的冰糖呢,颜色微微泛黄 也被称之为多晶冰糖,老冰糖 而白冰糖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冰糖 多数人购买冰糖时,都喜欢购买白冰糖 也称之为单晶冰糖 白冰糖对比黄冰糖时,其纯度会更高 白冰糖在制作的时候 其工序要比黄冰糖多上很多步 其中脱色就是最主要的一步 其实白冰糖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由黄冰糖进行提炼的 只是精力脱色了这一步之后呢 黄冰糖就变成了白冰糖 第二,生产成分不同 两种冰糖在对其进行生产的时候 所采用到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白冰糖主要是通过白砂糖 来对其进行炼制而形成的 而黄冰糖呢,主要是通过甘蔗汁 来对其进行提炼而形成的 黄冰糖这两成分是比较丰富的 属于纯天然的糖品 黄冰糖的纯度呢,是比较低的 不像白冰糖那样,纯度非常高 所以白冰糖的甜度就要比黄冰糖高上很多 两种冰糖进行对比,黄冰糖的燕氧价值也会更丰富一些 因为白冰糖中富含了一定的食品添加剂 第三,使用方法不同 在厨房中做菜时,如果你想要制作糖色的话 一定要采用多金冰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冰糖 黄冰糖所制作出了的糖色 其颜色会更加的鲜亮 做出了的菜肴会更自然 也会让菜肴的味道更加的丰富 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白冰糖呢,在对其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用来熬粥 或者是熬银耳汤等美食 因为淡金冰糖的甜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制作汤类的美食的时候呢 就能够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 能让做出来的美食呢,味道更甜 那总的综合起来说就是 从营养上来说呢,黄冰糖更高 从甜度上来说呢,白冰糖更甜 从外形来说,白冰糖颜色更漂亮 黄冰糖颜色神浅不一 从用法来说,一般滋补和调理用黄冰糖 做菜上色及甜品用白冰糖 所以,以后再买冰糖的时候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冰糖颜色 那如何才能购买到比较优质的冰糖呢? 教大家几个轻松辨别的方法 第一,看外形 淡金冰糖纯度高,冰筋整齐 一般有12个面 有光泽,甜味,无明显杂质,无异味等 多金冰糖满有菱角的,柱状的 而且色泽比较统一的 略制的多金冰糖一般都会出现杂质 并且看起来很浑浊 第二,闻切味 避免买到有异味的产品 如果发现冰糖的表面出现化水的现象 就是比较粘 据说明这些冰糖储存不当 容易滋生细菌 那就最好不要再购买了 第三,用手捏 不管是白冰糖还是黄冰糖 买之前建议摸一摸,捏一捏 好的冰糖呢,表面干燥不发草 很难捏碎 如果一捏就碎 质量肯定不达标 那冰糖该怎么保存最好呢 我们都知道冰糖呢 是比较容易吸水受潮的 所以呢,应该放置于阴凉通风处 打开包装后 最好是放入密封袋子中 或者是塑料瓶中 或者是立即把塑料袋口封紧 避免受潮和阳光紫色 否则呢,食堂容易变黄色 这堂容易发生转化 甚至置身微生物满虫 方法而,如果发生冰糖受潮出水 可以用电风扇吹干 或者是置于太阳下爆菜 到干燥为止 第三,如果发现冰糖的表面 出现化水的现象 也就是比较粘手 由于家庭不便处理 而且呢,还比较容易支撑细菌 所以呢,最好不要食用 那要是量多的话,舍不得人 就放到太阳底下在 这也是找货店的老板们的做法 真的有效 因为冰糖怕冻不怕晒 最后,糖饼的保质期呢 一般为18个月 大家千万不要超级存饭 建议我们一般家庭中 一次储存一个月的用糖量就好 以上就是黄冰糖和白冰糖的区别 你了解了吗 所以,以后在对冰糖进行购买的时候 要先看一看自己需要怎么样的冰糖 再对一起进行购买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给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